在追求绿色出行的政策引导下 越来越多的人对电动汽车产生兴趣 芝豆作为一款小型电动汽车车型 据说在广州非常流行 但是它目前的生存状态非常糟糕 人们对它的感觉并不好 并对它的前途表示担忧 芝豆的电池续航能力明显不足 原先标明的150公里续航能力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断 实际充满电后却只有110公里 想要跑高速是不可能了 其他的电动汽车品牌的续航落差也很大 比如特斯拉75D版的Model 给出的官方信息是续航489公里 而实际综合续航仅为350公里左右 而且充电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据说芝豆在广州 想要找一个充电的地方很难 主要是因为充电设备所带来的利润微小 相关企业不愿涉入这个领域 一度电一元左右 汽车充好几个小时只能充几块钱的电 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电动汽车的充电设备竟如此之后 其他城市的电动汽车发展状况可想而知 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引入电动汽车的想法 很多电动汽车开发商在积极努力研发电动汽车 在售后服务上也很到位 据说可以免费赠送电动桩 但是电动桩的安装又是一个问题 电动桩这样一个大动作会不会受到物业的允许 大负荷的用电造成的安全隐患如何解决等等 所以电动车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梦想 如何突破技术的难关和系统匹配的难关 是电动车能否推广的关键 未来电动车行业任重而道远 在这里需要单唱的电动车行专会 解决性专会 那么有数据